在上个视频中我讲的科西序列不等式 科西序列不等式 我想我应该再写一遍 因为我们今后要经常用到 它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它表明如果已知两个向量X和Y 它们是RN中的成员 并且都是非零的 这对于我们的证明是必要的假设 否则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这是证明中的大计 如果我们假设它们是非零的 那么就有 它们点击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它们长度的成绩 这是向量X的长度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中定义过 这是向量Y的长度 显然这是一个数值 而且这些都是数值 在去长度之后 它们就不再是向量的 一个50为向量的长度 可能就是3 它就是一个标量 这就是标量的乘法 并且我们知道 不等式的等号成立 仅当X是Y的长度位 在一些小课书中 要求倍数是非零的 但是这是很显然 我已经声明XY都是非零的 如果这是零 那么X就是零 我们已经声明X不为零 但如果你想的话 也可以说C也是非零的 但这本质上 可以由这些信息推出 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仅仅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得到 两个向量点击的绝对值 等于这个长度的成绩 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在复习 上次课的内容 我们可以用它 做些什么有用的事情呢 我们来稍微的玩一下 这不是一个实验 我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 如果选X加Y的长度 我们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将这两个向量相加 然后取其长度的平方 通过几个视频我们知道 长度的平方可以写成 一个向量与自身的点击 这个是XY X加Y 我知道它看起来像两个向量 它其实是两个向量相加的 这就是一个向量 X加Y是一个实向量 我们可以做出X加Y的图像 而X加Y的长度的平方 我可以把它写成 它与自身的点击 也就是X加Y点乘X加Y 所有这些都是向量 它不经历时的数值 这个是成绩 不是简单的乘法 在前面几个视频当中 我们学过点击满足分配率 结合率 还有交换率 就像常数的乘法一样 如果你还记得 二项式的乘法的话 那么你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在重复使用分配率时 我要认真仔细地考虑 这可以写成X 点乘X 事实上我是根据分配率写的 因为它有时看起来 不是那么明显 我用黄色来写这个X 把X加Y这一项都图成黄色 从而这一项可以改写为 也就是这个X点乘X加Y 然后加上这个Y点乘 我换一种颜色 加上Y点乘X加Y 显而易见 当你将它们相成时 要应用分配率 我所做的就是 将这一项分配到 每一个核实中 然后得到这一项 然后再把扩号打开 从而这一项就成为了 我要注意颜色的使用 就会得到X点乘X再加上Y点乘Y 也许有些超前 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魔术 我们就是应用了 我们证明过的点击的性质 就是在这里用的 然后再加上Y点乘X 加上这个黄色的Y 点乘黄色的X 抱歉 点乘这个蓝色的Y 从而向量X加Y的 长度的平方 就可以写成这样 我把颜色换回来 上是等于所有的这些 这项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X点乘X X点乘X是什么 X点乘X是一个数量 我写出来 它的余向量X的大小 我不应该再用大小这个词了 应该是X长度的平方 然后这里有两项 也就是X点乘Y和Y点乘X 我们知道 它们其实是相等的 我们证明过乘数的顺序 对点击的结果 没有任何影响 从长数的乘法中 乘数的顺序不影响结果 总之这两项是相等的 从而可以写成 2X点乘Y 最后一项在这 也就是Y点乘Y Y点乘Y就是 向量Y的长度的平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 能否推出 这个科系序列不得吃 或者说 我不知道它的发音 但是对于X点乘Y 我们有它的绝对值 但我们知道 X点乘Y是 它必然小于 等于X点乘Y的绝对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项可能是负的 我可以举出 点击是负数的例子 事实上如果X的分量是正的 那么Y的分量都是负的 那么点击就是负数 所以这项可正可负 如果它是正的 那么两者相等 如果它是负的 那么这个绝对值一定大于这一项 我们可以把这个结论 添加到科系序列不得吃重 这是显然的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X点乘Y 它小于等于X点乘Y的绝对值 然后小于等于 X的长度乘以Y的长度 所以X点乘Y一定是 也就是Y于X的点击 一定小于其绝对值 并且一定小于 这两项的长度之计 如果我重写一下 这个式子 一定小于等于下面这项 如果我用向量的长度 代替这一项 那么上时一定小于等于 我只是重写一下X 然后加上两倍的 加上两倍的 我需要弄清楚 稍微等我一下 用什么来代替这一项呢 然后加上 向量Y的长度的平方 现在我可以确定 这一项一定小于X点乘Y的绝对值 是严格的小于 这是根据科系序列得到的 严格小于两个向量长度之计 所以我就用 这两个向量长度之计 代替这一项 我在这里写出 X的长度乘以Y的长度 由于这两项相同 这两项相同 而严格 而这一项小于这一项 从而这个式子就小于这个式子 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再做些什么 我写在这里的这一项 它与这一项相同 所以上面的这一项 它与这一项相同 比起小于下面这一项 从而我们可以写出 X加Y的大小的平方 应该说是X加Y的长度的平方 小于我写在这儿的这一项 或者是小于等于 那么这项是什么呢 注意这些带有双数线的项 可能看起来很高端 但其实它们就是数值 这个X平方 它的长度的平方 它就是这个数值 每一项都是数值 它们对于我来说 像是平方向右边的这一项 就是X的长度 加上Y的长度的 总体的平方 如果将其打开 就会得到X加上2的 然后XY的绝对值 从而X加Y的长度的平方 小于等于这一项 如果我们对 两边开方 就会得到X加Y的长度 小于等于X的长度 加上Y的长度 我们称之为三角不等值 你也许在几何课上见过 那它为什么叫做三角不等值呢 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为是 三角形的三条边 我画一个图 在二个空间中画 我把坐标调出来 我们通过图像来观察 我把坐标固定在这儿 在这儿画 先画出向量X 假设向量X就像是这样 这是向量X 即向量24 然后画出向量Y 我让它们首尾相接 因为要对它们做加法 所以向量Y是 我在一个飞飘的位置画出来 它们看起来就像 向量Y就像这样 我好好画 这是向量Y 那么X加Y是什么呢 注意 我们有必要在二位空间中 做出任何向量的这样的向量 我只是假设它们在R2中 这竟然是让你理解其中的思想 这是它们的和 对吗 从X的尾部指向Y的头部 从而这个向量就是X加Y 这就是为什么称之为三角不等式 它表示 这个向量 总是小于等于 或者说这个向量的长度 总是 小于等于 这个向量长度 加上这个向量的长度 这是很显然的 因为你在平面几何中学过 这就是从这一点到这一点的 最佳路径 它比从这儿到这儿 再到这儿的长度要近得多 那么这个长度等于这个长度 情况是什么呢 如果把这个三角形压点 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 其中X可能会是这样 而对于向量Y 也趋近于极端情况 向量Y也指向同一个方向 也许走得要远一些 这是向量Y X这是向量Y 从而X加Y就是这整个的向量 这个是X加Y 现在的情况是 三角不等式变成了一个等式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小等号最极端的情况是 X和Y共线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把坐标关了 我们回到这一步 如果回到这一步 在这里我声明过 这一项严格小于这一项 如果我做个假设 如果 X等于Y的长数倍会怎样 事实上我要更仔细一些 因为某个标量乘以Y 注意 可惜不等式说 可惜序列不等式是这样说的 不等式的等号成立 当然 仅当X是Y的非零倍数 从而我们就能从应用项中推出 X点乘Y的绝对值 与这项相等 但是这个X点乘Y 没加绝对值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的 从而我可以确定说 这项是正的 因为它有绝对值 而这里没有绝对值 所以要使得 这项是正的话 使得它们的绝对值相等 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在下面写出来 只有使得这一项中的 C是正的 那么因为C如果是正的话 那么对于X点乘Y 如果有X点乘Y 那它就等于CY点乘Y 也就是 C乘以Y的长度平方 我能确定 这个表达是等于 X点乘Y的绝对值的 唯一方法是 我能确定 它的唯一方法是 C是正的 如果C是负的 这就是一个负值 而这是一个正值 如果假设这项是正的 就可以推出 X点乘Y 等于X点乘Y的绝对值 由于这是一个常数倍 所以我推出这一项等于 X的长度和Y的长度之计 而不再小于等于 希望你没有感到困惑 我讲的就是 如果假设 X是Y的正数倍 那么就没有小于号 从而就有 X点乘Y 与X点乘Y的绝对值相等 因为这是正的 并且如果这一项 与X点乘Y的绝对值相等 而且它们互为常数倍 那么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推出这一项 我不想弄得太麻烦 可以推出这一项等于这一项 如果这一项等于这一项 那么这里仅有等号 而不是小于等于号 从而得到另外一种极限情况 我不想称之为极限情况 但是我可以说是X加Y 我们已经做过了 这个过程都是 它等于X的长度 X加Y的长度 等于X的长度 加上Y的长度 在X等于Y的正数倍的情况下 其中C大于0 这两个式子可以相互推出 我们已经见过其几何的解释 坐标没有了 但是我们知道 X加Y的长度 等于X长度加Y的长度 仅当它们购献在这里 这个项梁加上这个项梁 你可以直观地发现 比这个项梁要长 你可能会说 这个线性代数知识有些繁琐 我们在八九年级时 就学过三角步的识 现在为什么还要这么大的劲 重新定义它 这很有意思 这是我刚才画的 你在九年级的几何课也学过 这是在R中 在迪卡尔坐标系下 我不想过多地使用为数这个词 因为我还没有正式定义它 但是这其实是在二维空间中 线性代数的 有趣和有用之处 我们刚刚定义了任意 大型项梁的三角步的识 或者说是关于 任意的分量值 数值都很大的 它们都不必在R中 它们在R100中也成立 每个项梁都有一百个分量 我们刚刚定义了 三角步的识中的一些记号 我们将二维迪卡尔坐标 进行了丑小画 将它拓展到三维 甚至N维空间中 甚至我还没有去定义为数 我想你应该开始理解它是什么了 你应该觉得它有用处 我们得到了这个结论 事实上是这两个结论 并且定义了 两个项梁的夹角 再次说明 在某种层次上来说 为什么要定义夹角 它不就仅仅是一个角度吗 我们知道这个角在二维空间中 当抽象到N维空间时 角度表示什么 或者说在RN中时 这是我们下节课要讨论的问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